21世纪,天网对人类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核战争,直接导致30亿人丧生 人类濒临灭绝,从此机械人代替人类全面主宰世界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领袖康纳的带领下,奋起反抗机器人的残暴统治 天网为了解决掉这个大麻烦,派出了一个机械杀手回到20世纪,试图刺杀康纳的母亲 本期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科幻经典大作《终结者第一部》 1984年5月12日凌晨,洛杉矶的街头一辆清洁车正忙着打扫垃圾 随着一波奇怪的闪电来袭,车辆突然熄火,老头向窗外看去,吓得汽车而逃 原本困无一人的打击,突然出现一个光溜溜的肌肉猛男 这就是来自未来的T800型终结者机器人,他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 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小混混身上,大碗上的有个一丝不挂的家伙,向他们索爱衣服 可把三人笑坏了,顺势掏出了匕首,终结者人狠话不多,随即出手打倒两人 顺利地得到一套衣服,正所谓开具光溜溜,装备都靠打,衣服有了,手里还差点武器 天亮时他来到一家枪械店,终结者熟练地操作各种枪支 老板还以为今天遇到了大客户热情地给他介绍 结果他除了得到一颗子弹,没有得到一分钱 而终结者并不知道,昨天晚上另一个男人也穿越到了这里 这个满身伤痕的男人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叫凯尔,与终结者不同的是 他略显狼狈,光着身子向前方跑去 在一位流浪汉友好协商后,抢走了人家唯一的裤子 他的行为刚好被巡逻的警察看到,立刻追了过来 凯尔趁机抢走了警察的枪,转身躲进一家超市 在货架的掩护下,他换上一件风衣 穿上一双1984年限量版运动鞋 当他从超市出来时已经是一身名牌 最后环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了警车上的线弹枪 他大摇大摆地在街边找到一个电话亭 将电话部里写着沙拉康纳的一页撕了下来 另一边终结者来到电话亭也做了相同的操作 电话部上一共有三个沙拉康纳 秉承着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原则 终结者按着地址来到第一位康纳的家 这位倒霉的女人都没有搞清 是什么情况就成为枪下亡魂 其实他们真正要找的沙拉,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 此时电视上正播报一名与她同名同姓的女人 被枪杀的新闻,沙拉也没有上心 毕竟这种事在美国经常发生 今天是周末,原本沙拉与闺蜜分别约了男友 结果电话录音里传来男友的声音 沙拉背放了鸽子,她不想做电灯泡 于是把房间留给闺蜜 自己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出去散散心 她没有注意到,凯尔正偷偷跟在后面 与此同时警局里收到了第二个报案 死者竟然也叫沙拉康纳 警长觉得这两个案件之间一定有关联 她独自来到餐厅 碰巧看到了最新新闻 又有一名叫沙拉康纳的女性被杀了 这回她有点慌了 她马上找到电话簿 发现真的是这样 凶手是按电话簿的排序作案的 不出意外的话她将是第三个 沙拉想打电话报警 可餐厅里的电话坏了 于是她走出打击 来到隔壁的酒吧 可偏偏警局的电话一直站起来无法打通 出租屋内 闺蜜刚刚和男友滚过床单 男人已经熟睡 而她却精神的很 一边听着歌一边到冰箱里找吃的 终结者与男友打斗的声音 竟一点也没有听到 她准备回屋时 发现男友已经遇害 自己想逃也来不及了 莫名其妙的就成为沙拉的替死鬼 终结者认为任务完成准备离开 这是电话中传来沙拉的声音 并说出了自己在酒吧里 希望闺蜜与男友能来接她 终结者这才知道她搞错了目标 接着她在抽屉里找到了沙拉的证件 这才确定了目标的样貌 酒吧里的沙拉终于打通了警局的电话 告诉警长有人一直在跟踪她 警长让她不要乱跑 警察马上就到 而这个时候终结者已经闯进了酒吧 在群魔乱舞的人群里找到了沙拉 她步步逼近 逃出枪准备射击 不曾想隐藏在酒吧里的凯尔 拿出喷子就是几枪 但是这种程度的枪击 终结者根本不当回事 一枪击中逃窜的路人压倒了沙拉 生死时刻 一边的凯尔冲了出来 又是一顿乱喷 眼看着倒下去的男人又站了起来 沙拉惊慌失措地跟着凯尔夺路而逃 两人在巷子里拼命地跑 终结者在后面完命地追 凯尔一枪打爆汽车的油箱 瞬间火光冲天 不曾想就这也没能挡住她的步伐 终结者反而跳到车上一拳打破玻璃 情急之下 凯尔一脚油门撞上路边的汽车 这才将她甩掉 沙拉这是惊魂未定 她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打不死的男人要杀她 而身边的这个男人又是谁 凯尔说明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原来她来自未来 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终结者杀掉沙拉 那个打不死的男人 正是来自未来的终结者机器人 他是半人半机器的混合体 除了一副坚固的合金骨架 脉表和人类几乎一样 听到这里沙拉感觉自己怕是遇到了神经病 还狠狠咬了凯尔一口 他们的车已经被打烂 来到停车场换了一辆车后 凯尔继续她的故事 未来人类设计了一个天网系统 突然有一天 这个高科技智能系统有了自我意识 她觉得人类是个威胁 于是发动了一场灭绝人类的核战争 仅有的幸存者被机器人抓了下来 在手腕上印上标记 就在人类存亡的生死关头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带领大家奋起反抗机器人的统治 并即将取得胜利 而这个领袖就是沙拉尚未出生的儿子康纳 故事讲到这里 终结者开着车发现了他们 双方非常默契端起枪开始互相伤害 很快他们又来到打击 为了方便射击 凯尔让沙拉开车 自己专心对付终结者 接着精准的一枪击中终结者的脑袋 让他一头撞在墙上 这时大批警察出现 将他们团团包围 但是车里的终结者已经不知所踪 警察局里面 心理医生对凯尔好一顿盘问 凯尔只好把故事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 心理医生对他天马行空的说辞大为赞赏 故事逻辑缜密 简直是无懈可击 不过心理医生还是给出了他的结论 这个男人怕是得了重度精神病 警长还拿出一件防弹 以解释说 打不死的男人一定是穿了这个 所以不用害怕 安慰沙拉在这里很安全 警局里有30名警察 与此同时终结者回到了藏身处 因为外皮损伤严重 需要简单处理一下 终结者挖掉被凯尔一枪打烂的眼球 露出了标志性的红色眼睛 戴上墨镜 提着武器来到警局 他来到前台说明来一小件杀 结果遭到拒绝 终结者环顾四周 接着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说完开着车直接撞进了警局 终结者手持双枪见人救杀 警察面对来自未来的杀人机器 毫无招架之力 短短的时间 警局里30个警察全部遇难 甚至警长也未能幸运 趁着混乱卡尔找到沙拉 然后两人开着车逃离了警局 最终两人来到一个桥洞下暂闭 海尔给他讲了 人类恐怖又绝望的未来 他们只能白天躲藏 夜晚活动 幸存者过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事物更是极度缺乏 反抗军领袖康纳给了他沙拉的照片 希望凯尔穿越回去保护他的安全 不料凯尔第一眼看到就爱上了沙拉 虽然这唯一的照片 在一次战斗中被战火烧毁 沙拉的样子 却深深烙印在凯尔的脑海里 第二天 他们来到一家汽车旅馆 凯尔外出买了一些 做坨炸弹的材料 这段时间沙拉给妈妈打了电话报个平安 而她不知道的是妈妈已经越海 果然电话那头的终结者 正用妈妈的声音与她对话 还三言两语地骗到沙拉的地址 凯尔回来后趁着教沙拉做炸弹的机会 大胆向沙拉表白 请到身处两人水到渠长地滚起了床单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危险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 好在门外的狗子突然叫了起来 凯尔预感大事不妙 连忙抢了一辆皮卡车 面对近追捕舍的终结者 凯尔开始扔土之炸弹 然而这玩意的精度实在太差 根本伤不了终结者 结果自己反备击中 眼看终结者越逼越近 沙拉突然一个猛打方向把她撞倒 摩托车与终结者在地上摩擦出一路火荒 可他们的车子也失控翻车摔了个底朝天 倒霉催得终结者刚一抬头 又被一辆油罐车卷入车底 老司机连忙下车查看是什么情况 接着终结者抢走了油罐车 掉了个头便向两人撞来 危机关头 两人从车中逃出躲过一劫 受伤的凯尔让沙拉先跑 自己留下载油罐车经过时 塞入一颗炸弹 只听一声巨响炸弹引爆了汽油 一瞬间火光冲天 终结者从车里出来 没走几步就倒在了熊熊的烈焰之中 正当两人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大火中突然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 原来终结者并没有死 他只是被烧掉了表皮 金属骨架依然可以活动 两人慌不择路跑进一家工厂 被油罐车断坏腿的终结者仍没有放弃 一拳一拐地在后面紧追 凯尔及时关闭了工厂的大门 打开速设备电源 以干扰终结者的注意力 眼看大门就要被撞开 沙拉搀扶着凯尔继续向工厂里逃去 运行的设备只是暂时为他们拖延了时间 逃跑途中 沙拉不小心按倒了液压机的启动开关 暴露了位置 很快他们被终结者逼上了楼梯 凯尔让沙拉快逃 抄起铁棍朝着终结者的头上打去 虽然凯尔已经使出全力 但是对他来说可谓是不痛不良 反手一拳将他打飞 倒在地上凯尔点燃最后一颗炸弹 放在终结者的骨架上 只听一声巨响 终结者的零件散落一地 沙拉的脚也在爆炸中手伤 他强忍剧痛拔出了金属碎片 不幸的是凯尔却牺牲了 正当沙拉悲痛不一时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只剩下半截的终结者竟然又动了起来 靠双手支撑向沙拉爬去 不得不感叹着机械人的质量是真的好 怪不得未来人类几乎灭绝 大腿受伤的沙拉心胜一技 把终结者引到一台大型燕牙机上 关起铁栅栏 按下开关 果然燕牙机才是最强王者 在强大的压力下面 终结者终于被终结 只剩下一只机械手臂 数月后 果一次床单就怀上的沙拉 出现在墨西哥边境 在加油展加油室 一个男孩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正是沙拉的儿子 交给卡尔的那张 男孩临走是好心提醒沙拉 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 以上就是终结者第一部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电影故事会 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后续我们会继续更新 我稍等一下 erste 词声 词rices